老王没有被魔供打倒 竟然先被反对声势所打倒了 但是老王在墙内的时候 骂他的人也应该不少 怎么这次就显得异常的脆弱呢 大家好我是大树 最近在我身边又发生了很多 洗刷我心灵认知的事情 我突然间就意识到 过分的追求一个好 然后又做不好 其实在人眼中则会显得很虚伪 而且所谓的好坏 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 但想变好 至少应该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追求 应该予以赞扬 所以呢我摘掉这个面具 就希望新的一年 可以不要再戴着面具做人 有一个新的气象 也祝福每个朋友 都有好的人生好的未来 好那我们进入正题 那前不久呢 王志安的前妻竟然哭着喊着跳出来 为这个老王发声 那本来事件呢 闹了差不多半个多月了 也该收位了 但是老王的前妻这么一闹 好家伙 这活又糟了 今天下午去了两家医院 他可能要住院了 我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说到底不就是他说了你们不喜欢听的话吗 不同观点 不同立场 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追求自由 就只是你们自己说话的自由是吗 一个人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让你们看不顺眼 你们就要赶尽杀绝 你们就要造谣重伤 然后让他变成孤家寡人 让他痛哭是不是 这些所作所为 跟你们点点喊口号要反对的力量又有什么区别 我想他说的这个病人就是老王 老王没有被魔供打倒 竟然先被反对声势所打倒了 但是老王在墙内的时候 骂他的人也应该不少 怎么这次就显得异常的脆弱呢 而且整个民主世界的战火 不是老王燃起来的吗 怎么煽风点火的却成了受害者了呢 老王造谣骂别人 就是天经地义 别人回击他 就变成了对老王的赶尽杀绝 从魔供来的老王 做的事就是民主 在民主世界里反对老王的 那都是魔供 这个呢 就是当下国人的很多逻辑 在颠倒这个世界的是非黑白 几年前我还在北京的时候 我亲眼所见 国内某臭名昭著的巨头公司来找他公关 那两个人带着整整一箱子的现金 三百万人民币 说这只是小意思 有什么需要你尽可以说 条件就是 那个节目不要再继续了 但是他说我不要 如果我收了的话 我就对不起我采访过的那些受害者 还有一次 特别是你的医疗行业的事情 要采访的受害者本来都 已经沟通好了 第二天就要采访了 什么都准备好了 头天晚上 突然发了一条短信说 我们决定不接受采访了 请你以后也不要再联系我 我本来以为他会生气 结果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回了一句好的感谢 我说你怎么不问问他们怎么回事 他说肯定是压力大的 让他们承受不住了 有些苦衷是说不出来的 何必要去为难他 这么多年 不管是在什么困境之中 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人格的事情 从来都没有 给老王三百万却不敢当面直接收这事 其实魔供的人都知道 就算老王想拿 他也不敢拿 因为给钱的人不地道 是吧 你有一个针孔 录音 在搞个钓鱼指法啥的呢 是吧 这个国人都是知道的 而且你给老王钱 你还两个人在场 那这不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在旁边取证的吗 这老王要是收了 他不仅吃不了还得兜着走 对不对 那再有呢 我有在网上搜索到关于这三百万的事情 这个有报道呢 就说他是2015年做999急救中心选题时 受到台里红十字会和市委宣传部门的阻挠 还有人开价三百万元人民币收买他 所以呢 貌似他老婆呢 就是把两个不同的事件 串在了同一个事件里 那这个三百万的事件呢 其实也是导致老王从台里离开的根本原因啊 但是这里呢 有一点非常不符合常识的事情啊 那就是老王在另一个媒体采访中有说过啊 他当时做999这个选题节目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人都采访完了 然后呢 他请示领导 那领导呢 就跟他说 你不用做了啊 因为这个播不了啊 于是老王呢 就罢工一年没有上班 老王说呢 他用这种方式啊 去抗议领导的这种行为 然后一年之后啊 领导说 你就要么辞职 你要么就上班 可是啊 我们都有看过 红社会处理相关事情的操作 显然老王说的 就不符合我们所有人 对魔供的认知 大家想一想 假如这个事 是可以要对方老命的事 那对方根本就不会 给你任何采访的机会 让你采访到相关有用的资讯 这个事情 要能要关乎他老命的话 旁边一定会有大批的警察 便衣 在旁边阻挠你 所以老王的采访 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就即便你是央视的记者 其实呢 对方要拿300万 去买通这件事啊 这说明这个事情 影响轰动非常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人 他注意到了王志安 那如果真像老王说的 这里面涉及大老虎 那么这只老虎 直接买通老王的上市 不比买通老王来的实在吗 对不对 毕竟是同流合污 你花钱买通小虾米 这钱用的就非常浪费 而且要把领导买通了 其实连老王都可以消失 对不对 那其次哪个人 可以在领导面前消失一年 然后领导一年都不过问你 然后一年之后打电话跟你说 要么辞职 要么上班 那至少你老王是要领工资吧 对吧 领导还得要管理吧 那其他人怎么看啊 老王凭什么不上班啊 对不对 除非老王是临时工 那这个就说得过去了 所以很多人啊 才说老王这人啊 他不经推敲 如果一个人的疑点重重 那至少说明 老王的这个身份 他是有水分的 有伪装的 有说谎的嫌疑的 至于说老王同情受害者 那在网上呢 有一个关于老王的十七中罪 这么一个贴文啊 里面都是有图有真相的 那这篇连接呢 我给大家在评论的置顶方 给置顶了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这些都是老王过去干的事情 他是有很多毛病 但是唯独没有你们造谣的那些毛病 他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毛病 才被逼得背井理想 永远离开中国 离开自己的亲人 你们这些 整天在网上炒他破脏水的人 我想问问你们要做了什么 你们有几个人能为了坚持职业底线 放弃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 自己做不了什么 我更恨我自己 为什么就是想不明白这个世界 为什么是这样 这些年多少大风大浪 挫折大惊 我从来都没有见他退缩过 用不完的斗志和精力 但是今天我陪他从医院里边出来 他路都走不过 我扶着他的时候 他浑身发抖 他说太冷了 怎么这么冷啊 那总的来说呢 我是非常感谢他老婆的 如果不是他老婆的发声 我都不会去细致查找老王的过往 甚至对老王有这么深刻的了解 我记得有一个网友说过这样一个观察 他说前些日子回看八九六四的纪录片 老是摆出那种你就是要听我的表情 当时政府还是温和派 当然啊 摩共从来就不是温和的政府 他也没有那么高尚 那个时候呢 他只不过是在韬光养晦 就是养师知道吧 那至于说八九六四为什么会失败 大家其实也都知道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网友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 其实呢 这恰巧说明我们的文化里的谦卑 被魔共给搞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目中无人 不可一世 总喜欢教育别人 这就是呢 最早啊 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家人整天说我的一个自身的问题 那这个呢 也是崔永元 说王志安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什么叫做客观公正 魔共里的人呢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总喜欢把别人当傻子 而傻子呢 也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贪得无厌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